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非常 昨天节目讲了 这是明确的是习近平跟江泽民说不 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信息 而3月14号还有一个日子 我们说过 是去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踹死薄熙来的这一天 结果今天我在德国网站上看到一消息 3月14号还是另外一个人的忌日 卡尔马克思130年前是在今天死的 那么看一看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 英国媒体怎么说的 BBC一篇文章直接讲习近平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这是自8964之后 其实我们对头算 应该是自文革结束之后 四人帮倒台之后 这是重新再现了当年毛泽东时的一个人 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手中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 当时是华国锋 而华国锋整体的权力是跟现在的习近平的权力差不多 但是华国锋当时的背景和动态那种动荡的年代 是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 毛泽东死去的和四人帮倒台的 周恩来 朱德一块死的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发生的 那就是76年 大家说76年 而那是76年的10月份 11月份 所以到了来年 到了77年的时候 折年 那是讲当时华国锋如何如何 但我们知道华国锋没到两年就下去了 文章主要是介绍性的 说的比较简单 习近平在卡尔马克思死的这一天 在薄熙来下台的周年这一天 成为了第五代领导人的核心 那因为胡锦涛不再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所以习近平同时掌握了军队 也就是说今天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所以大家要听明白这是两套 就是一个人两个牌子 中国共产党这是我跟大家解释的 黑帮里面的 所以黑帮里面有总书记 有这个军委主席 他有一个军委主席 这就等于是党外军 在他拿完这个之后 扭过脸来再拿另外一个 就像黑帮开的酒店 酒店有CEO 有董事长 有董事会 有保安头 就是习近平同时 今天才3月14号宣布 我把这部分也拿来了 对外的身份是这个身份 因为你对外的身份 如果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 去访问美国的话 按照美国的海关的条例 他得填一个表 你是不是曾经加入过纳粹和中国共产党呢 不太好办 所以就以CEO的身份出去 所以就美国人也可以装聋作哑 这样就可以进入美国访问 而不是贬低习近平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很清楚 我们冲的是这个体制 接着讲说 59岁的习近平是中共政坛上普遍视为太子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1952年当年的习仲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随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这个位置是相当高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习仲勋曾经是 我们现在叫中宣部部长 52年的中宣部部长 到了1962年习仲勋 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定为反党集团而一直被监禁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复出 进而到广东省任省长 所以广东是他的根据地 一直到副总理兼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2年并逝在任内 这就是习仲勋 所以大家听清楚 1952年的中宣部长 在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 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而中宣部长就是要卡住人们的言论自由 而十年前的中宣部长在十年之后应言获罪 一直到七几年文革结束之后 十几年 习近平就是在那个时候随着父亲吃了很多挂了 吃了很多苦 就像这里的刘源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我一直想提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这一代的领导人 都曾经随着父辈 遭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的迫害 而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领导人 毛泽东也好 周恩来也好 以党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 对你们的父辈 母辈 对你们自己进行残酷的迫害 而你们今天说绝不走邪路 绝不走歪路 你们今天成为了第五代领导人 你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其他的人进行同样的迫害 不是你们的错 也是你们的错 不是你们的错 是因为你们无法抵御这种欲望 你们可能平衡不了这样的关系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残害人性的社会 但你们却把这种罪责推在具体人身上和具体的环境之上 你们并不认为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这个政党的问题 因为你们要利用这个体制和政党 要获得曾经那些迫害你们父辈和你们自己的人的同样的权利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非常清晰的概念 这就是涛格说的 共产党最灭绝人性的 就是他可以把人变成鬼 再把鬼变成人的样 但是心里窝藏鬼的心 因为他是魔鬼 有一句话 阎王爷整小鬼 说他一会儿试一会儿 小鬼碰上阎王爷没招 如果你愿意做鬼 你就会被阎王爷 类似阎王爷的共产党所折磨 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保住善念 不会这么下去的 当人们都认为普通的人性的一面 普通人都认为没有力量面对共产党的时候 就会有别的力量出现 这个时候就是在你最难 人最难的时候 你能不能守住善念 这就是神佛对人的看法和考验 就像周星驰在《降魔篇》里一样 对吧 当魔王叫嚣着你受苦的时候 你的女人被我打碎的时候 你的佛在哪 他坚信自己的佛 他没动手 但他所坚信的佛 所坚信的信仰 就把魔干掉了 介绍完他父亲 紧接着回到习近平本身 76年文革结束 习近平是习近平政治命运的大分水岭 69年16岁时的习近平到陕西省 延川乡上山下乡 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 化工系读书 清华大学毕业之后 中国社会已经天翻地覆 他父亲再次成为了封疆大吏 也就到广东省任省长 这个时候习仲勋安排大学毕业的儿子习近平 来到了当时国防部长耿彪的办公室 任耿彪的秘书 几乎所有太子党都曾经有过在军队的一段历史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军队才能安全 他们也知道只有在军队才能有未来 因为未来的一切要靠军队保护他们的性命 到了82年 习近平转到河北定县任县长 三年之后转到福建省 在福建省工作时间最长 17年 他在厦门待的时间也最长 上个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 习近平曾经处理过很多大的贪腐的案子 这里面包括赖昌兴的案子 但是细节没有说 那文章后面就提到说 习近平后来到浙江和上海任地方职务 其他就解释了他自己的为人了 这就是BBC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拿出的文章介绍习近平本人 那很多人对习近平是抱有希望 原因他的这种很简单的资历 我个人觉得真的 他是渔翁得利者 他是一个相对有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但是相比其他太子党 刘元也好 张海洋 薄熙来 你对比曾庆红 对比所有这些人来讲 他在他没有被人家确定成接班人之前 他是比较平淡 正是这一份平淡成为了今天的一个基础 成为了今天人们对他好感的一个基础 正是他的平淡 也被当时的曾庆红和江泽民认为他是一个好对付 所以才出现周永康与薄熙来准备密谋 最后做死他 但是呢 我还是说那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BBC紧跟着另外一个题目 说得非常直接 习近平李克强时代开启 江泽民时代谢幕 所以在BBC的眼睛里 也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胡温十年 那是江泽民的时代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短消息这么说的 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李源潮成为副主席 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证实了 在路透社的那个消息当中 那在这个消息当中 正式的宣布当中的李源潮确实成为了国家副主席 这我跟大家讲 这是划时代的 这个划时代 也就是说 在整个这一次两会过程中 习近平大权在握 直接跟江泽民派别宣战 这没有任何其他的说法 所以真正的大戏应该在后面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